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熊猫了啊 那么这条视频呢 布里德是发布在了推特上 那在视频当中呢 布里德就手持着打熊猫的玩偶说 大家好 我是旧金山的市长布里德 我在北京拍摄了这条视频 惨惨发生了什么 我为大家带来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 我们的城市将会迎来一些 圆滚滚黑白相间的小可爱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欢迎大熊猫重返旧金山 布里德呢还在配门当中说 大熊猫就要来旧金山了 这些大熊猫啊 将会彰显我们浓厚的文化联系 以及这座城市 华人与亚太裔的文化传统 他们也将会吸引来自各地的居民和游客 前来旧金山的动物园参观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布里德在行前呢 曾经就公开表示说 希望能为旧金山的动物园 租借一堆大熊猫 那布里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也表示说呀 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观看大熊猫的视频 这令他感到非常的平静舒适 他说看这种视频的时候啊 微笑会不自觉的浮现到脸上 如果旧金山有一对大熊猫的话 那么就可以吸引全美 甚至是北美的游客到旧金山去观赏他们 布里德还说呀 得知他准备申请大熊猫合作项目之后呢 旧金山的民众也是非常激动的 他们很期待大熊猫能够来到自己的城市 布里德说旧金山对这件事啊 是非常重视的 大熊猫对旧金山是非常重要的 那布里德是在接受香港 深圳广州的访问行程之后 去访问了北京 那么当被问及 目前美国对华关系紧张的态势之下 访问中国是不是有压力呀 那布里德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布里德说 作为旧金山的市长要为城市的发展 搭桥拓展关系 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那旧金山呢 与中国南部地区啊 有着密切的联系 旧金山有30%的居民祖籍是广东的 他说我们这样做呀 是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是出于旧金山的需要 那布里德在社交媒体上也说呢 说中国之行既是为了经济联系 也是为了文化纽带 这次啊 是布里德首次以旧金山的市长的身份访问中国 谈及此次访问中国的感受 布里德就表示啊 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是一直没变的 令他印象深刻 布里德举例说 广州的酒店为他准备了一个巧克力做的金门大桥 这让他感到酒店的用心 此外中国城市的电动汽车的普及率和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也是令他印象深刻 布里德表示说这对环境很友好 值得旧金山学习借鉴 布里德还介绍说自己在此行的行程中呢 与广州市的市长深圳市的市长都进行了会面 希望加强在经济文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 44年前旧金山和上海建立了美中之间首个友好城市关系 两座城市成为美中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布里德表示 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与友好城市的关系 另外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访问深圳的期间 布里德被问及对这座中国南方城市的看法的时候呢 布里德就兴奋的回答 他说喜欢所有的高楼大厦 所以呢 期待在旧金山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报道说呀 布里德的相关评论视频 在抖音上获得了超过1.2万个点赞和2000条的评论 那么在微信上呢 这段视频也是获得了超过1万个次的点赞和转发 那许多中国的网民呢 都评论赞扬了布里德的访问 以及美中关系的改善 报道说 深圳是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的 重要城市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科技中心 拥有近1800万的人口 深圳拥有着数十座高度超过800英尺 就是约合243.84米 层数超过50层的商业建筑 那深圳这个城市啊 可以说是高楼林立 当你在这个城市当中走的时候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是特别渺小的 如果说你没有长时间的在这种大城市生活过的这种经历的话 那么你在深圳的生活呢 可能都会感觉到有点压抑啊 因为这个高楼是太多了 那对于布里德来说呢 此次中国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推动旧金山旅游业的发展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的数据 自2019年以来 中国是重新成为了旧金山最大的海外游客的市场 贡献了大概是6.3亿美元的这个美金 那布里德此前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就强调了说中国游客对当地旅游业和经济的重要性 根据了解 目前中国至旧金山的航班的数量呢 是恢复到了疫情前的50%左右 为推动更多直航航班恢复 此次行程当中 布里德及访华代表团的成员呢 还和中国的多家的航空公司的代表见面了 那布里德就表示说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会有更多的中国直飞旧金山的新航线 那旧金山的旅游官员又表示啊 说目前在诸多工作都在做 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中国游客的体验 旧金山旅游局的总裁波斯高就说呢 旅游业对于促进美中之间的合作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美中两国元首在去年举行的APAC会议上呢 就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达成了共识 那么对于在当前美中关系的背景之下 中国游客是否依然受到欢迎 那波斯高就说了 这个华裔是旧金山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金山拥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 我们非常的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 这个大熊猫要是到了旧金山之后呢 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去看一看啊 因为就算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每年或者是定期的回中国 但是在中国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大熊猫的 那现在大熊猫能够来美国 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是看一看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挺值得庆祝的事情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免费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节能升级啊 大家一想到是免费的可能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可以试一试 但是你知道吗 在加州啊实际有数千的家庭是踩坑背债了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啊 转型成为环保节能家庭呢 是男家的一些家庭的花费了更多的钱啊 对许多房主来说 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呢 可能会意味着背上沉重的贷款和租赁合同 有的家庭甚至被一个20年的合同套牢了 那上个月呢就有媒体报道了 数千名洛杉矶县的房主呢 他们自己觉得说 获得的是免费的节能升级的服务 但是呢最终却背负了巨额贷款 那有市民就介绍啊 说当时他自己的父亲呢 为了安装太阳能的电池板呢 付了3.2万美元 那租约呢还剩10年 当他的父母呢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说这是可以省钱的 那事实证明啊 这是一个长期的混乱的状况 他觉得自己上当了 为什么呢 他说他父母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协议啊 当时他父亲呢是75岁 身体情况也不是太好 那太阳能安装商呢 就让他签了这个文件 最终呢这份文件就变成了一份20年的合同 他说自己的父亲很聪明 但是签协议的时候呢 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为太阳能电池板支付6万多美元 那有专家就表示呢 说现在的这个安装的这个情况呢 有点混乱 那协议当中呢 有很多虚假陈述和误导性的陈述 可以让人们受到影响 尤其是老年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或者是说英文不太好的人 当看见这些合约的时候呢 就这些细节啊就没有看清楚 那一些太阳能的安装商啊 他们是说服人们租赁设备 或者是签署电力购买协议的 那有了这些呢 房主就不会得到任何税收的优惠 或者是这个太阳能电池的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那因为你是租赁的嘛 对吧 那许多签订协议的人呢 都认为说他们是在买太阳能电池板 一旦他们支付了费用 那太阳能板呢就是他们的了 但事实上呢 太阳能板并不是属于房主的 这个太阳能板是属于这个 太阳能电池板的租赁公司的 那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几个月之后呢 就看一下这个用电量啊 就是现在投诉的这个市民就说 根本就没有达到承诺的节电的效果 那自己的父亲呢 也是持续的关注着账单 发现的太阳能电池板没有任何的节能作用 花时间的和太阳能安装公司打交道 同时呢也打电话给这个商业改善局投诉 终于引起了相关方面的注意 但是即使在那之后 还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达成和解 说白了吧 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签署啊 是有协议的不管你是租赁也好 是吧你还是说买段也好 那你这个签署了这个协议之后呢 你可能会感觉说我支付了一笔钱 那这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就归这个居民所有啊 它实际上是不是的啊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是归租赁公司所有的 那你付的这笔钱呢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是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设备的费用 你有可能支付的是安装的费用 这个安装的费用也是很大的一笔 或者是它是什么费用啊 你得看他们之间的签署的这个协议到底是怎么写的 那这种协议呢 往往一签署就是十年二十年 等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对不起啊 你已经同意了 而且呢 你的十年和二十年是没有办法变化的 那你知道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那比如说这个房主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他就等于说把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协议啊 带到了他的这个子女去 或者是在房屋买卖的时候 你这个协议可能要跟着这个房屋去走啊 就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而且呢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呢 他会承诺说 你能节能百分之多少多少 但是真的能不能节能的话呢 那这个是要取决于你安装完之后 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再发现问题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这个市民遇到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他发现啊 节能的这个电的这个力度啊 并没有达到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公司所承诺的这些 那也就是没有节电 然后呢 他的电费呢 又得付到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公司去 他就觉得自己上当手片了 所以呢 如果要是想安装电 所以呢 如果您要是想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呢 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协议 把这些相关的问题都要问清楚 理明白啊 然后咱们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大家呢 生活在湾区 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 像旧金山 三后塞 奥克兰这样的城市啊 有很多的游民 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 他们在什么大桥下面呢 或者公园里边走来走去 而且特别的多 或者大帐篷 或者是推了一个超市的这个小推车 他们在走来走去 这样的情况还是蛮多的 加州的州长纽森呢 就宣布说将会向加州的各市线 拨款两亿美元 用于解决游民的住宿问题 那将他们从游民营搬到住房当中 同时呢 还承诺说将会加强监管 敦促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来减少游民 纽森说呀 他是将会从一个住房执法机构 抽调22名的州政府的工作人员 来帮助各市线执行减少游民的项目 地方政府呢 必须为游民居民提供新的住房 否则将会面临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法律诉讼 这是来应的了 那他在一个在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呢 说对资金借口呢 不再感兴趣 游民营地和街头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必须成为当务之急 人们必须看到和感受到进展和变化 他说不希望现状继续保持下去 在上周发布的一份严厉的州审计报告就发现 尽管加州政府在过去五年当中 已经拨款了240亿美元 用于解决游民问题 但是在追踪这些支出 是否真的起效方面呢 实际上做的是远远不够的 那纽森就说 接受拨款的视线 必须提供更多的数据 根据估算 加州呢 有17.1万的游民 而且尽管州政府为此投入巨大 但是这个数字呢 还是在不断的增长 纽森呢 将游民和住房当成了 州政府最需要优先解决的两个问题 他的计划当中呢 就包括购买一些汽车旅馆 并将其改造成游民住所的新措施 那么在他的监督之下呢 加州严厉打击了拒绝 按照州法律的要求规划 和建造更多住房的 这些地方的政府 虽然公布的细节不多 但是纽森就表示说 一个住房问责部门 将会处理有关游民问题 资金支出的问题 他这个240亿美元 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五年当中 拿出了240亿美元都没有解决 你说他现在拿出这2亿美元 能解决加州这17.1万的游民吗 最近的将近2亿美元的拨款呢 是用于清理各市县的游民营地 比如说 以这个弗雷斯诺为例啊 说这个城市呢 将会获得近1100万美元 用于安置200名游民 和为其他数百人提供服务 并且呢 增加100个永久的床位 马林县呢 则获得了1800万元 其中800万元 用于安置60人 进临时的房车住所 800万元安置60人 平均下来呢 一个人是13.5万元左右 就是13.5万元一个人的标准 他现在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而且他现在这2亿的标准 就是13.5万了 他前面付的这些钱的话呢 他已经付了240亿了 真的是不知道这个钱花在哪里了 就是你在网络上 还能看见游民的时候 我也挺好奇的 他这个240亿美元 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 是怎么花的 他现在是800万美元 安置60人 进房车住所 那平均下来 一个人十几万能进 他怎么可能 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是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TikTok的最新消息 有关TikTok的法案呢 目前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那众院的领导人将其纳入了 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的 一系列的法案当中 根据TikTok的法案 如果其中国母公司 不出手所持的股份 可能会在美国遭到封禁 如果国会行动迅速的话 那么这个法案呢 最早可能会在下周 就会成为法律了 TikTok的法案呢 在3月份已经在众院获得通过 并且呢 在参众两院都是得到广泛支持的 那么在众院的领导人 为寻求对乌克兰援助支持之际呢 将这个法案也纳入其中 希望借此来吸引更多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说过 如果TikTok的法案 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的话呢 他会将该法案签署为法律 新版本的法案 赢得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主席 马里亚·坎特维尔的关键支持 他在声明当中说 他已经成功的 将TikTok寻找买家的期限 从半年延长到了一年 那么最初的法案呢 是给TikTok半年的时间出售 修改后呢 将这个期限延长至九个月 而如果交易正在进行的话呢 那还可以再延期三个月 就我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卖 如果国会通过TikTok的法案呢 就意味着说 两党联合起来反对一家公司 这在美国呢 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 我们知道啊 经常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民主党反对的共和党支持 共和党反对的民主党支持 那么在这个TikTok的问题上啊 这两党可以说是 联合起来一起反对 那这个法案的反对者就表示了 说他们认为这项禁令违宪 如果通过的话 会面临法庭的挑战 在TikTok上赚钱的创作者 以及1.7亿的美国用户当中的一些人呢 实际上都是不支持这个的啊 因为在美国呢TikTok还是蛮有市场的 喜欢TikTok的人 他都是反对这个法案的 但尽管如此 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是都反对的啊 他们都是要禁止的 目前为止啊 联邦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表明 说TikTok和中国分享了美国用户的数据 广告追踪公司呢 就说自三月中旬以来 TikTok在反对该法案的电视广告上呢 花费了500万美元 这TikTok也没闲着 那其中呢 就包括一些内容创作者 他们称赞TikTok 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表示禁令会践踏宪法第一修正案 TikTok的新闻发言人 阿莱克斯·霍雷克 就表示说呢 众议员再次打折对外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 试图通过一项践踏 1.7亿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的这种禁令 这会摧毁700万家的企业 并且关闭一个每年为美国经济 贡献240亿美元的平台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话 这将会是美国国会几十年来 在监管科技行业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多年来国会一直没能就保护用户隐私 让公司对内容负责 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些立法 要采取行动 虽然说大多数的议员都是支持TikTok的法案的 但是也是有部分人认为 这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比如说像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 他就表示说 这个法案践踏了宪法的权利 扼杀了言论自由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流行天后美美 她是一个唱歌的 特别有名 最近美利坚大学将会开设一门课 这个课的名字叫做美美经济学 美美经济学这门课的全名叫做 斯维夫特经济学 新经济学课程将会重点关注美美去年 对经济的影响 讨论美美的商业足迹 这数十亿美元的时代巡演收入 以及她对购票平台TK的Master 垄断辩类的影响 这门课是经济学学生 梅根·威索基和麦肯齐·舒尔茨 最先提出的 他们想开设斯维夫特经济学的这种想法 他们都是美美的忠实粉丝 他们所在的经济学的系主任 叫做卡拉·雷诺兹 来负责教授这门课 他们希望这门课 能让更多的学生对经济感兴趣 同时让经济学变得更加的容易理解 看不看见 大学老师现在也是能跟时尚结合 我们把时尚流行音乐和经济学相结合 根据了解 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在线报名 前提条件是他们已经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学习 威索基就表示说许多其他大学也在开设有关美美的课程 但是主要都是社会学或文学等科目 他说自己认为开设的这个科目是独创的 希望通过关注像美美这样受欢迎的人 让人们对经济学的课程感兴趣 那雷诺兹就补充说呢 作为教师 他说被自认为被重要的一些议题所束缚 有时呢会忘记这些议题 可能不是学生真正关心的议题 经济学对社会的影响很大 那此举呢是为了帮助系列 发现学生们想要了解的经济学的知识 那么近年来啊 全美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大学 在课程当中引入了斯维夫特式的研究 在美利坚大学之前 像我们都知道的这些长春藤啊 像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 这都大家都知道了名校 纽约大学 德克萨斯州大学 奥斯丁分校 亚利桑大大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和佛罗里达大学 等这些多所的高校呢 都推出了以美美为主题的课程 从他的歌曲创作能力 到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那比如像这个哈佛大学 推出的是英文课程 美美和他的世界 那么在课堂上 销售斯蒂芬尼·伯特 向学生们介绍了 美美的歌曲的主题和写作的机制 目前呢 美美是14次 格雷美奖的获奖得主 她也是即将结束两个月的巡演 她的新专辑的名字呢 叫做《苦难师舍》啊 她是在19号的午夜 也就是今天发行 实际有的时候想一想啊 就是我在读书的那时候呢 因为我读的是新闻学 那老师当时就讲 说你们写文章啊 千万不要写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书面话 那很多人呢 可能就看不懂 或者是 大家理解不了 什么时候你写的这个东西 通俗一懂 就连是不认字的 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人 坐在你旁边一听 就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能抓住 你想表达的重心 那说明你就是成功的 那总的来说 那这个目的啊 就跟经济学的老师 讲美美的课是一样的 首先呢 你写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传授的这个知识 是一定要接地气的 是吧 像美美呢 大家都喜欢 但如果说你上来之后 这个老师直接就开始讲经济学 讲达数据 讲这个宏观发展 现在整个的这个国力 实际上很多人听听课都听睡着了 那咱们就讲一讲是明星 大家都感兴趣的这个明星 他是怎么通过他的巡演 创造经济价值的 他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的 那他创造的这个价值 又怎么计算的 如果说你拿这个明星 为入手点的话 那可能很多学生就听得进去了 那就连我这种 不是经济学的学生 都挺感兴趣的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 真的是讲课也好 做什么也好 一定要接地气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今日关注的 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